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大家記不記得前兩天在Vlog中 我們就說我們在美國買了一個帳篷 準備回到香港的時候去露營 但是很可惜香港近一兩個星期的天氣 好像都會持續著不斷下雨或者閒暫電 所以我們露營的計劃可能暫時未實現到 但是因為我們的帳篷買回來之後 我們未開過出來看 所以今天就想開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買回來的帳篷是怎樣的 沒錯 就是這個了 這個Coleman的Flatwood II帳篷 這個原本我就想在淘寶上買一個帳篷回來 去露營就算了 但是Maii 先生說 如果要買的話一定要買Coleman這個牌子 因為這個在美國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野外用品的牌子 這個可以給四個人睡在裡面 原本我們可以買一個二人的帳篷 但是因為我比較肥的關係 所以我們買一個四人的帳篷 這個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打開來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OK 裡面是視頻箱 好了 出來吧 箱篷 好了 那我們的帳篷呢 好了 拿出來了 呃... 怎樣組織 想買是怎樣組織的 這個是什麼來的 好了 原來我們的說明書呢 只有它的袋子上這張東西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說明書 研究一下怎樣組織帳篷 我小時候有去過露營 但是我從來沒有試過自己建立一個帳篷出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新挑戰新嘗試 會不會大過一點啊 會不會 哈哈哈哈 來 來 Oreo Oreo 我正在設置帳篷 你不要擋住 SUSUSU Maisa Tori 穿得開來 不行 發現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要兩個人 而這是一個照顧 HuO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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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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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的布置不能在這兒 WOW 我們這個呢 我們暫時還沒放過另外那個知道的一個棚 因為那個是放下雨的 現在這個是用來透氣 這個帳篷真的可以睡四個人 不過都可以的,打橫睡應該都可以睡到的 還有這個是怎樣做的呢 這個帳篷我們組好了 給大家看看裡面 還有Oreo Oreo,借個什麼 我要進去帳篷裡面 在一個這麼小的家裡 組這個帳篷是不是不太好呢 咦,我的門多多了 為什麼 門口多了 這個應該是組錯了 門口 這個是雙門 果然是大帳篷 雙門 進來這裡 這個是帳篷裡面的環境 這個地面 應該勉強都可以睡到四個人 如果我打橫這樣睡 沒錯,我是可以 打橫睡 剛剛好大概有六尺 六尺寬 那我就五尺九尺半 所以打橫睡在這裡沒問題 然後這裡可以放到二、三、四 可以打橫睡到四個人 沒錯,這個就是我們的帳篷 這個Coleman這個牌子的四人帳篷 我們其實應該是要買二人尺寸 四人尺寸 好像是太大了 不過沒有,因為我們都希望在我們正式出去露營之前 先學會如何組裝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去到營地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要搞多久 所以我們今天在家裡試組這個Coleman的帳篷 今天希望香港快點好天 我們可以快點出去露營 拍一些露營的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拜拜